好,那么在我们上节课中 给大家介绍了关于Hard的头部中 比较重要的标签 一个是Title标签 一个是Metal标签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下一个标签 叫Stile标签 那么还是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 比如拿我们百度首页来举例子 我们还是点右键进行检查 然后我们还是进入到 我们的这个Hard的头里面 我们看一下Metal Link Link是我们一会儿 会介绍的下一个标签 我们看到Title 再往下有一个什么标签 叫Stile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是一个什么标签 我们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一个样式的意思 那么具体标签的意思 大家可以去参考HTML手册 进行相应的补充内容学习 那么我们在这节课程中 还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么Stile是主要干什么 它的主要目的 我们把它展开 主要目的就是来定义 我们当前这个页面的什么 装修风格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最开始 是给大家介绍的什么 CSS中的一个什么内容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标签里面的内容 非常的奇怪 每一个标签 是不是前面都有一个什么名字 然后通过一个大括号把它扩起来 然后大括号里面是一种什么 字符冒号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字符的形式 可以说我们称之为就是 名字和值是通过冒号来限定的 然后他们这些值都全部隐藏在什么 大括号里面的这样一种格式形式 有这种形式跟我们前面看到的 HTML的这种标签格式不太一样 你看HTML标签格式它要不然有兼括号 对不对 要不然兼括号里的属性 它是一种什么 某某值等于什么名字的概念 对吧 或者等于什么内容的概念 而这个地方是没有体现出的 所以说这里面的内容 实际上是不是HTML的内容 其实不是 它实际上是我们后面会介绍的 什么CSS的一种语法现象 所以说也就是说 我们网页的所有装修风格 应该属于这种风格 属于这种语法现象来描述风格 而这种风格 我们必须把它定义在什么 Stale里头 那么Stale里头 那么Stale我们来什么来验证 是不是我们的想法 好 我们下面给大家来改一下 你看在百度的这个页面中 有一个叫body 那么这个body上 有这么一个背景色 那么看到了颜色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随便给大家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改成F0F 好 我们回车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当我把这个背景色改成F0F过后 你看整个百度的网页 网页的那个样式是吧 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整个背景色是不是都已经从白色 变成了一种这种粉红色的概念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如果改完之后 你想改回来 那么我们就重新再刷新一下网页 让网页重新加载 然后从百度服务器上 重新获取这个网页的真实内容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所以说STAT这个函数 STAT这个属性 更多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来定义我们内部的样式 内部的样式 就是这个网页内部的样式 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百度这个地方 下面一个标签叫什么 Link 那么Link标签 顾名思义是一种链接的概念 链接的概念 那么这个我们还是来建议 大家看一下我们手册中 那么Link中有需要哪些注意的属性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头部中我们所学的 很多时候它的语意 都是在属性中体现 而不是在什么 我们内容除了一个什么 除了一个title 就是title 我们写我们的内容 那么通过把这个内容 通过title来限制变为标题的语意 然后其他的很多时候 我们的语意描述出来的 其实并没有内容 对不对 而只是把属性告诉什么 告知浏览器 我们有增加了一些什么 什么样的属性值而已 对不对 好 那么Link中 其中它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来看百度的页面中 其实也能看到 有很多的什么属性 什么属性呢 rel 对吧 然后后面rel 后面还有很多像href的 这样一些单词来构成的属性 那么这些属性名 到底是跟什么名字呢 就跟什么样的内容呢 或者说这些属性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了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来去查看一下 我们的HTML官方手册 还是一样 Ctrl F 我们搜索一下Link 好 搜索到了 然后点击进去 好 那么Link的属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第一列 第一列实际上就是我们 最常用的一种什么 属性值 那么其中像红色的这种 就是说明已经开始 逐渐被淘汰的属性 我们已经可以不用再关心了 那么我们主要先看几个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看到最多的是REL 那我们看REL是干什么呢 REL是规定当前文档 与被链接文档之间的关系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Link的属性 它本身 Link它本身的功能是什么 是链接一个外部的内容 或者外部的样式表 当然这是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外部样式表 但Link本身来说 它是定义文档与外部资源的关系 对吧 外部资源的关系 那么什么资源 那资源和这个文档之间 我怎么去找到 就是这个本身的文档 跟另外一个资源 它们俩之间的衔接关系 就是由Link来构成的 好 那么Link中 在REL 这个单词中所描述的什么内容 其实就包含了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的 其中这个 叫做样式 你看这就是样式 它是样式的一个全称了 然后而我们刚刚看到 内部样式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简称 对不对 所以说也通过REL这个地方来定义的什么 定义的这个名字过后 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是一个外部样式 外部样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个地方找一下 好在我们的比较后面的一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Link REL等于StaySheet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后面的HREF是干什么的 我们再往下看 HREF实际上指的是 规定被链接文档的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告诉你 这个文档 这个链接 这个属性告诉文档的地方 然后这个属性是告诉什么 这个文档是什么 是做什么用的 那么在这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文档的类型是很多 对吧 具体每一个文档 你可以再点到我们的属性 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什么 这里面的每一个概念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这是文档的外部样式表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Link属性中 这个REL中 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属性 叫Echo 那么是我们的图标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我现在想把我这个页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页面最上面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图标 对吧 这个图标其实是我们的WebStorm的一个默认词 就相当于我们没有的话 WebStorm会创建一个它的图标给我们的网页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像腾讯 淘宝 百度 你看是不是每一个页面上 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什么 一个小图标 是吧 看起来就是显得比较好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百度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也有一条选项 叫Link 然后等于Echo 然后把我们的什么链接 指向了我们的什么 就是这个图片的一个地址 下面我们把我们的页面 改成像腾讯这个样子 我们来试一试 好 我们点开腾讯过后 一样的我们去找到检查 然后去找到我们Hard下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Link 然后Link中这个地方大家看 它也有一个值叫什么 叫ShotCup Echo 那么这个指的也是一种小图标 它指的相当于又多了一个名字而已 那么流感器都能识别 所以这个不用关心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Hardf是不是就指的是 这个类型的文档的位置在哪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地方怎么 这个链接怎么下下来 然后这个文档的图标 是不是就有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地方点上 就在鼠标点到这个链接过后 点右键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Open Link in New Table 就是把我们的链接在一个新的窗口中打开 我们把它打开 你看一下 好 打开过后 你看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腾讯的图标了 对不对 然后当然你可以用工具把它下来 当然我们的浏览器一般都会有支持什么 在图标点右键 然后点一个图片另存为 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了 然后我现在就把它起个名字 比如叫QQ 好 那么QQ的图标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点存储 好 存储过后 这个时候是不是保存起来了 对不对 保存起来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这个目录下 对吧 我们这个目录 就我们现在这个文件的目录下 所以说我们现在第一个办法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什么 把我们的QQ 刚刚保存的QQ这个图标 Ctrl C一下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目录下 你在什么的 Ctrl V就复制过来 好 那么今天因为我们的第一个程序显得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先不涉及到一些其他的目录问题 我们先把它复制 Ctrl V一下 好 然后这个时候 它就问你是不是要拷贝到我们这个位置上 那么下面我们就点OK OK 那么说明我们是想把它考到我们的工程目录下 好 这个时候你看QQ.ico 这个文件就有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相当于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link的属性 对不对 那么这点大家注意一下 在WebStorm中 如果说我们直接敲单词 它是没有提示的 因为它会认为你是在输入普通文本 如果想提示的话 就如果单词记不住 那么我们就必须用小一符号 帮我们把这个什么 自动提示打开才行 但如果说你后期数了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你写完link过后 直接敲table 你看 因为link本身是我们内置的一个什么 一个属性 所以说你看当我 我们再演示一下 当我敲完link 我直接敲table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已经帮我们 把两个最重要的属性 给我们列出来了 对不对 只是说它目前默认的属性 它认为是我们的样式表 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用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做的什么 是我们的什么 图标 对不对 好 回车 你看这个图标的单词 其实也是有什么提示的 我们只需要什么 记住这么前两个字符 两个字符 然后我们单词 其实都不用记住 对不对 好 然后HREF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写什么 我们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下的什么 这个文件名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写成什么 你看直接输个Q 它也会提示当前目录下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文件 对不对 好 回车 好 你看这个地方就有了 然后下面我们再把网页 就我们这个第一个测试页面的网页 我们再进行一次什么 刷新 大家看一下 好 当刷新过后 你看是不是我这个网页的图标 就已经变成了我们QQ的这个图标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我们的什么 在我们的这个link中 其实就这个一个rel属性和一个href的 这样的这两个属性 rel和ref href 这两个属性是用的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我们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住的 和把它掌握的 好 那么所以说link和style中 这两个属性也是我们在 her的标签中比较常用的 那么style指的是内部样式 就专门针对这个文档 那么以后要用到外部样式 我们在讲到css的时候 会给大家再介绍具体它的形式什么样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只是把图标变成了什么 另外一种样式表而已 对不对 也就是依葫芦画瓢的事情 然后在头部中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标签 没有给大家在这个地方列出来 那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拿百度这个地方来举例子 你看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很多叫 script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一种标签 对不对 你看这种标签 这种标签 是不是很多 对不对 那么尤其像淘宝 你会发现淘宝的界面 这种很绚丽的界面 我们在点检查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你看它的头部 它会有很多很多的什么 script标签 来帮我们什么 进行一个定位 或者进行一个标记 那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这些是在我们后面要学习的 java script中 我们可以来什么 通过这个标签 让我们的这个网页 有什么 具备一种什么 动作的能力 好 那么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头部中 比较重要的几个标签 希望大家也下来好好复习 通过html手册 然后我们好好的去把每个属性 进行一个掌握